如果只剩一天的生命 你會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如果只剩一天的生命 其實我昨天就看到這個問題 只是我昨天的想法是 如果我只剩一天的生命 我 不一定會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而我會想要做的是 跟往常一樣深 因為我的想法是 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要幹嘛 你都要掛了 你都要結束自己 你的生命都要結束了 為什麼你還要去做 該怎麼講 你去做 你想做的事情也沒有意義 就是 我自己會這樣覺得 因為你的生命就是 你要歸零了 那你還去做這麼多 對 我自己覺得 我可能會選擇 待在原地 然後 做自己想做的事 欸不是啊 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跟往常一樣 早上起來吃早餐 然後中午吃中餐 晚上吃晚餐 看看書 看看手機 你 即便知道 可能我隔一天就要掛 那我們來 邀請一下徐凱好了 我邀他了 對他進來 欸 欸 劇頭啊 劇頭啊 劇絲 喔喔喔喔喔喔 好啦你關掉了 不要亂看 太扯了啦 太扯了啦 怎麼太扯了 這個 如果明天就死了 你不來找我 見個遍 太難過了吧 就是 欸 有沒有可能是 我走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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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個可能是 就是 我跟你見面這件事情 已經融入在我 日常的生活中 怎麼帶你去那個祕境啊 最後再給徒步衝一下啊 然後再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啊 對不對 好像也不錯 然後帶著你所有你認為很好的家人 朋友們一起 去那個大自然裡面 療癒一下自己 最後一次 然後 我們不用等生命到 我們直接從步步跳下去 然後就 然後其實你原本根本不會過失這樣 你原本根本不會過失 然後就掉下去 把自己跳死 但那一天 會很滿足 全都是你最 最信任的家人 然後很棒的朋友 大家 把酒言 把酒言寬禮 然後再大自然 擺照音 看的部分 很不錯 對 對啊 不然那個 全部 錢貸款砸一個 砸下去買一台F1 什麼 買一台 買一台 反正貸款不用付了 可是那很麻煩欸 非常麻煩 就是都瘋啊 你還要 去什麼開F1 不用啊 那不要F1 就是 你喜歡的那個Poosh 對 對 直接貸款貸下去 反正不用付了 那最後其實你第二天都沒 然後就 然後就 全天在洗碗 對 陷入 還貸款的 地獄 這樣 對 OK OK